首先的话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学的一些东西 上节课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着 首先是围绕着这个浮动来讲的一些东西是吧 浮动的话那么我们也做了很多例子啊 上节课的话主要是针对浮动的一个bug是吧 说了一个bug就是我们浮动的元素的话 浮动的元素在这个负极里面啊 负极里面如果这个负极里面的元素全部都是浮动的话 是这样的啊 如果我们的负极怎么样 就是说有一边的什么尺寸不给啊 一般是不给高度啊 一般是给宽度不给高度 不给高度的时候啊 如果这个元素都是浮动的话 怎么样呢 这个元素就无法撑开这个负极啊 如果这些子元素如果它是什么呢 它不是浮动的 它是行内块元素或者是块元素的话就没问题是吧 就是说它自己全部浮动了是吧 这个子元素全部浮动之后 这个负元素的高度就撑不开啊 这就是它里面的一个很著名的bug啊 那么解决这个bug的说法叫什么呢 叫清除浮动啊 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啊 那么的话 解决这个bug的具体的这几个步骤是什么呢 那么有三种方法是吧 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这个负极增加这个overflow hidden这个什么呢 这个属性是这样的啊 overflow hidden这个属性是它干嘛的呢 它实际上是解决什么呢 元素溢出的这个属性是不是这样的啊 但是它可以解决这个 这个什么呢 撑不开高度的这个bug的问题啊 这是其中的一个什么呢 其中的一个这个解决方法啊 其中一个解决方法啊 那么好像昨天还没有说这个overflow hidden的话 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是吧 好像还没说啊 我们今天可以举个例子来讲一下 如果用这种方法解决这个 清除浮动的话 会遇到什么问题有时候是吧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子元素的最后一个子元素 加一个空的DIV啊 就是说在里面有八个元素啊 我们在最后面加一个空的一个子元素 空的子元素之后 然后的话给它一个clearboss这样一个属性 是这样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这种解决方法的话是什么呢 是以前的解决方法啊 以前我们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用这种方式解决啊 大家如果以前碰到以前的那个页面的话 会碰到这种方法的啊 就是有很多无用的DIV 是这样的啊 这个DIV就是为了解决这个bug的啊 那么第三个方法的话 就是使用成熟的这个浮动 清楚浮动的样式类是吧 这个样式类的话 那么约定俗成的有个名称叫clearfix 那么大家都用这个名称的现在啊 clearfix的话 这个类的话 它不仅仅是什么呢 可以解决什么可以清楚浮动 还可以解决什么 marking top塌陷的问题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样式类啊 可以同时解决两个bug啊 那么这个写法的话也是比较 以及约定俗成的啊 一般都这么写啊 好 这是关于浮动的啊 上学课讲的浮动的一些东西啊 好 接着的话 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定位 是吧 定位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元素 一般排列的时候怎么样 它是按照什么 按照一定的 按照代码的顺序来排吧 我先写的是不是先排啊 后写的后排 是这样的啊 先写的代码 这个代码对应的这个什么 元素是先排 是吧 排列的顺序是什么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吧 按照这个顺序来排 但是的话怎么样 定位的话可以什么 打破这个什么规律吧 我可以任意排 是吧 你代码是写在前面的 但是我可以排到后面去 是吧 通过定位的方式 不受这个什么 文档流的这个规律的限制吧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排列一些 很特殊的布局的时候 怎么样 就要用到什么 定位的这种方式来布局吧 好 那么定位的布局 那么定位实际上也是一个样式属性 是吧 它主要是有几种啊 有三种定位 是吧 三种定位 一种是什么呢 相对定位 是吧 相对定位的话 我把这个元素设置为相对定位 它是什么 它是相对于我自身的位置来进行定位 是不是这样的 那同时设置定位完之后 还设置什么 偏移值吧 偏移值的话 有什么 就四个方位的偏移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可能容易搞混啊 比如说设置left 那么它的基准是按照left为基准 明白没有 按照左边的为基准 向右偏移 明白没有 是吧 如果是设置right的话 它是以右边为基准 往左偏移 那么我说的往右偏移 往左偏移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值如果是设置为正值的话 是这种情况 是吧 值如果是正值的话 比如说设置top的话 它以顶部为基准 往下偏移 是吧 好 设置bottom的话 是以底部为基准 往上偏移 如果这个值是正值的话 如果是负值怎么样 就相反吧 负值就相反 相反的方向偏移 明白没有 好 那么就是说 我们设置定位的时候 首先要设置定位的这个属性 然后还设置偏移值 这个效果才出不来吧 是吧 你设置定位的 但是没设置偏移值 这个效果也出不来 这是第一点 那么接着的话 这个相对定位的这个属性 一般是用在什么呢 用在 不是用在偏移上面 而是作为一个基准吧 我们一般是想设置元素什么呢 绝对定位啊 第二种啊 绝对定位的元素 有一个特性 它会去找一个负级 是吧 找一个负级 如果这个负级是有定位属性的 我就以它为参照来进行定位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的话 一般是我们把负级设置为relative 负级设置为relative的话 负级就有定位属性的吧 那么我指级设置为epsalute的话 它就会以负级为基准来进行定位 是吧 如果负级没有 没有定位属性 它就接着往上找 是吧 一直找到一个有定位属性的 这个负级 如果还是没找到的话 最终以什么 以body为这个参照来进行定位啊 这是absolute的 它的这个特性啊 所以说一般是这两个配合使用吧 是吧 这两个配合使用啊 接着第三点的话 就是关于这个固定定位 是吧 固定定位的话 那么它什么呢 它是相对于浏览器的窗口 来进行定位的 所以说呃 就是比较好理解啊 以浏览器窗口来进行定位啊 那么针对固定定位的话 这个是吧 我们也做了一些很经典的例子 是吧 比如说我们那个 关于什么呢 一个固定在顶部的什么呢 水平居中的一个菜单 是吧 这个是用了一个什么呢 用了一个那个 那个 那些什么呢 百分之五十的一个特 一个特点是吧 那些百分之五十 然后用marking的负质 再偏移过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用了这样一个 很经典的一个什么写法啊 那么还有一个 相对于浏览器窗口 水平垂直 就用了糖框 也是用了这个特性 是吧 那些百分之五十 然后再marking负质 marking left负质 再负回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top的话 也是百分之五十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的话 在marking top 来个负质 再偏移上去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样可以达到水平垂直居中啊 这个仅仅是水平居中吧 好 这是关于定位的 这个一些特性啊 定位的一些特性啊 好 那么的话 定位还有一个特性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定位的话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可以设置 通过Z index 设置什么 设置这个定位的元素的层级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定位的元素 相当于是什么 飘起来的吧 脱离文档流 相当于盖在文档流的上面了 脱离文档流了 那么既然盖在上面的话 它是不是有个层级关系啊 是吧 如果说我们不设置这个Z index的话 它的层级关系是按照什么 按照代码的顺序吧 后写的代码怎么样 就排列在最上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先写的代码什么 排列在最下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这样子 如果用Z index来设置的话 那么值越大 它就越在上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值越小 就在下面啊 就这样的一个特性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关于这个定位啊 好 接着我们说到的 是关于这个 background的属性 是吧 background的属性的话 就是什么 关于这个 设置元素的背景图 或者背景色 是吧 background的这个属性 它是一个综合属性 是吧 它这样子同时包括了 这么多 是不是这样的啊 同时包括了这么多啊 同时包括了什么呢 background的color 背景色 background的emerge 背景图片 是吧 然后是背景图片 是否重度啊 背景图片的位置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包括了这几个啊 好 最后一个的话 我们今天啊 稍微演示一下 就是什么 将什么背景图固定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这几个啊 这几个的话 实际上的话 建议大家怎么样呢 就用这种综合的属性来写啊 用曭光的 一次性把它 这几个全部写出来啊 这样的话 方便什么呢 方便我们什么 写这个世界 方便什么 程序自己解析吧 实际上它最终会解析成 一个综合属性啊 就是说你还不如 一开始写成综合属性 是吧 用这一个属性 把这四个属性 全部写完啊 那么的话 这四个属性的话 它的顺序的话 怎么样 可以颠倒写的啊 不像我们前面 有个font属性 大家还记不记得 font属性 是不是它个顺序要注意啊 顺序如果错了 怎么样 就失效了吧 这个background属性怎么样 它的顺序可以颠倒的啊 那么大家的话 就按照自己的风格 统一的 统一用一种顺序来写啊 比如说这里面是吧 background是吧 它这里面 先是写背景色是吧 然后写背景图片的地址 是吧 然后是是否重复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是定位 是吧 然后最后有一个 这个是啊 这个属性啊 这个属性 就是设置它是否固定 是吧 好 等会儿演示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 这是关于这个background的 一个基本的一些属性的设置啊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 关于这些例子 是吧 这些例子啊 这例子的话 就是关于background的position的 一个演示 是吧 以及这个repeat的演示啊 然后的话我们做了一个例子是关于什么呢 这个背景图定位是吧 背景图定位的话 那么我们用一个很大的背景图 作为一个小的 呃 这个元素的一个背景是吧 如何想定位到我们想要的一块区域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想定位的 想让这个小盒子用这个什么 这朵花作为它的背景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background的position 来设置这个什么呢 定位值是吧 定位值的话 那么记得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图像 默认的是左上角对齐这个容器的左上角 是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说我想改变这个背景图的位置的话 用这个什么呢 如果是把图像往上提的话 怎么样 就是用负的值吧 负的什么 第一个值是吧 第一个值啊 第一个值是左右啊 好 如果说想把这个图像 默认是左上角对齐是吧 如果把这个图像相当于它 想向左移动的话怎么样 要用负的什么呢 left值是吧 负值啊 负的left值 比如说负的110px 然后接着要把这个图像往上提的话 怎么 就用负的什么呢 负的150px是吧 那么就把这个图像什么 往上提了吧 往左往上提 就让这个图像怎么样呢 排在这个地方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背景图的 这个background position的这个属性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大概的话 就是上课就讲到这里了 是吧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啊 经典的例子就是关于这个 下面这个例子啊 下面这个例子 也是讲的什么呢 也是讲的关于这个背景图的一个定位了啊 好 这个例子的话是什么呢 啊 这个例子的话是干嘛的呢 它是怎么样呢 啊 它是讲的什么 关于这个雪碧图啊 雪碧图的一个定位啊 雪碧图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后面还会专门的说的啊 雪碧图啊 这里也说一下吧 这个雪碧图啊 雪碧图啊 我们后面还会学怎么做这种图啊 雪碧图是什么意思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音译词 它叫什么 sertest sprite 什么那样一个单词啊 实际上也叫什么呢 精灵图啊 也叫雪碧图 是吧 那个单词的话 翻译成中文的话 是雪碧的意思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把多个小图片呢 可以把它合成一张图片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网页上 显示的图片怎么样 我们访问一个网页 我们网页上显示图片怎么样 首先是怎么样 这个网页要去 服务器下载这个图片吧 下载到本地之后 我们才能看吧 那么一张图 就是一个HTTP请求 是不这样的 好 十张图就是十个请求 是吧 那么这个请求的话 在我们的前端网页性能里面 实际上是很奢侈的事情 尽量这个请求是越少越好 越少的话 是不是怎么样 这个网页显示的是不是越快呀 是吧 越多的话显示的越慢啊 那么的话 我们如果是十张小图片的话 是不是有十个HTTP请求啊 我们如果把十张图 合成一张图 合成一张图 那么是不是节约了九个HTTP请求 是不是这样的 啊 那么为什么要 要怎么 那么你十张小图片 合成一张图的话 怎么样 为什么可以节约九个HTTP请求呢 那么的话 合成一张图之后 第一个图片的话 怎么样 它就会发一个HTTP请求 怎么样 把这个图片下载下来吧 好 如果说第二张图的话 要用到这个图片的话 怎么样 它直接去读缓存 没有 它直接去读缓存 不去请求这个图像 啊 那么这样怎么样 是不是节约的请求啊 啊 好 大概 大家大概有时间 去有这么一个概念啊 那么我们来做这个例子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了啊 做这个例子的时候啊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雪碧图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好 这个例子的话 那么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 我们在每一个什么 一行上面要加一个小图片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加一个小图片啊 那么这个小图片的话 实际上就是用了一张雪碧图啊 这张雪碧图在哪里呢 在这个前端课程资源里面 有个图片资源啊 Imagics里面 那么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不是有个BG01.PNG啊 这是一张图啊 一张图里面怎么样 有五个小图 小图标吧 相当于把五个小图标 合成一张图啊 我们也可以怎么做呢 也可以把这一张图什么 分成五个小图片吧 是不是可以啊 啊 那么按照这种 一般是这种的话 我们一般是什么 把它合成一张图片啊 好 合成一张图片 我们把它拿过来啊 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放到我们这个里面啊 图片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一般是什么 就是把它放在一个Imagics文件夹里面吧 放进来啊 放进来之后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例子啊 做一下这个例子 好 新建一个 然后是001 这个是雪碧图 列表啊 好 这是一个雪碧图的列表啊 好 这个列表是干嘛呢 它好像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什么 电影的什么排行吧 是吧 第一名排排排行是美人鱼 看到没有 是吧 好 这样一个列表的排行啊 然后12345 是吧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的话 首先是啊 那么一般的话 这种例子的话 我们一般是什么 用这个什么 ULLI来做吧 它是一个列表吧 有没有啊 好 这个是雪碧图 列表啊 好 那么它一般是一个列表啊 这个列表的话 我们用这个 呃 ULLI来做啊 这个的话应该是 呃 如果是有链接的话 我们最好是还用 A标签来做是吧 A包住这个文字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应该是 一个排行啊 没什么链接啊 我们直接用ULLI来做啊 12345 总共五个吧 是吧 那么我这么写是吧 UL 然后是点list 是这样的啊 list 然后里面的LI 啊 好 乘以一个五是吧 乘以一个五啊 好 这个LI 然后我最好还是写上什么 文字吧 可以写一个文字啊 比如说这里面 比如说这个是 第一个是美人鱼是吧 美人鱼啊 假设我五个这个字的话 就这么 就这么写吧 先这么写啊 好 这样注意一下啊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结构啊 结构是这样子的 好 好 太不见 是吧 那么结构是这样子了吧 好 结构是这样子之后 我们来写下它的样式 是吧 写下样式啊 好 样式的话 那么首先是这个 我们用UL来写 是这样的啊 UL的话 它默认的有什么呢 有一些特殊的样式 我们得把它清掉吧 是吧 点List 是吧 List 这个样式的话 默认它有个什么样式呢 它有个什么 小元点吧 好 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们不用它的小元点 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图片 是不这样的啊 那么可以什么样 先List的时代吧 List的时代 把它设为Lang 它就没那个小元点了 是不这样的啊 好 接着的话 那么还有Margin的属性 它还有Pandy的属性 是吧 Margin的话 我们就自己设一些属性 把它居中是吧 是不是可以覆盖它 它远来的啊 那么默认的 它的这个宽度是300 是吧 高度的话 那么大概是 1 1 2 3 4 5 5 5 300 305 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305 好 高度的话 那么宽度的话 是300 是吧 300PX 高度是305 305PX 然后的话 给它来一个居中吧 Margin 然后是50PX O2 然后0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这个Margin 是不是覆盖掉它 默认的Margin呢 覆盖掉了 是吧 那么同时居中了啊 接着的话 那么再来一个 它里面Padding吧 Padding 我就直接设为一个0 是不是这样的啊 把它的Padding 给它覆盖掉了啊 好 它的室度的Padding 就没有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DLV来用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一个DLV啊 好 接着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list下面的什么呢 好 先看一下它大概的这个效果 是吧 大概的效果就是这样子了 是吧 这样子了吧 好 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我们可以先给它一个背景色 给大家看一下啊 背景色的话来一个啊 那背景色的话 有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写 直接写Background 也可以啊 直接写Background 然后CYAN 这个是不是一个青色啊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这样子一个方块啊 一个盒子 是吧 好 接着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设置每个LI的属性吧 设置每个LI的属性啊 那么的话 先我们来写每个LI的 什么 公共的属性吧 然后点list下面的LI 是这样的啊 那么每个LI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快元素啊 快元素的话 那么如果我不写宽度的话 它的宽度等于多少 等于负极的宽度的什么 380 所以说我就不写宽度了 我直接写高度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是以后可以省一句啊 高度啊 高度的话 每一个LI的高度是多少呢 60吧 是吧 那这个60 是包括这个border的 是吧 好 60啊 好 高度是60px4 啊 然后的话 有一个像素的什么 有一个像素的这个 border bottom吧 是吧 border bottom border bottom 然后是一像素 然后是什么 这是点线吧 daughter的啊 daughter 点线啊 这是点线 不是虚线啊 是点线 很小的点吧 虚线是一段一段的吧 是吧 虚线是一段一段的啊 点线啊 daughter的 然后这个 来一个黑色吧 黑色啊 好 然后的话 那么这个LI里面的 这个文字 我怎么样 我是不是先要 让它什么呢 水平居中 垂直居中啊 现在让它垂直居中啊 垂直居中 垂直居中是哪一个啊 line height 也等于一个 60px4 是不是就可以了 60px4啊 好 这样写完之后 看一下效果啊 好 大概是到了这个 这个程度了吧 这个程度了啊 好 这个程度之后 我们把这个背景色 先把它注掉吧 背景色先不要了啊 默认就是没有背景色的啊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的话 这个文字的话 看下它有没有样式啊 文字没给样式 是吧 文字没给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接着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每个文字前面 是不是有个 是要空出来 是不是这样子啊 空出来之后 我们怎么样 才可以用背景图啊 如果你不空出来 这个文字 是不是压在 这个背景图上面呢 好 那么每个文字 前面空一点 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啊 手上搜紧 手上搜尽是吧 用pading是不好啊 pading 我用pading之后 怎么样还得减这个宽度吧 我用手上搜尽 是不是可以直接缩啊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个缩刀少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 先用这个什么 QQ来量一下吧 大概是50吧 是吧 大概是50啊 在里面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拿一个 text的indent 是吧 来个50px 是不是这样的 50px啊 50px之后怎么样 那么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每一个 缩进到50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可以什么 就放背景图 在这里吧 好 怎么放背景图呢 那么是放哪张啊 放这一张背景图啊 大家记得啊 放这张背景图啊 好 放这张背景图 大图标啊 这样一张背景图吧 这张背景图啊 好 那么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演示一下 大概的这个背景图 是怎么放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我先把这个 Photoshop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 演示一下啊 那么大家可能要 理解一下这个东西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先说一下吧 就是说我们这个 现在每个LI 它的宽度是什么呢 每个LI的宽度是什么 是300 高度是什么 60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每个LI啊 大家记得啊 那么这是有五个LI组成的 现在我们要针对 每个LI给背景 有没有没有 我们是不是针对所有的 针对这个UL给背景 我们是针对每个LI给背景 是吧 每个LI的话啊 我大概演示一下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 东西就行了啊 一会儿我们就告诉大家 怎么操作这个东西 好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是300啊 这个是60啊 60 好 60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LI吧 这样一个LI啊 先要新建个图层啊 描写一下啊 描写一下啊 好大概是这样的 每个LI的这个区域是这样子的吧 区域是这样子的啊 好我来把那个打开啊 把那个图像打开啊 这个在这个里面啊 好现在是怎么样呢 我们要用这张图啊 做这张图 做这个的背景 是不是这样的啊 做这个的背景啊 好来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背景呢 好这样子是吧 好默认是不是这张图啊 这张图啊 这张图来做它的背景啊 这张图来做它的背景是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 其实直接这么写的话 它是不是放到这里啊 是不是这样放啊 好这张图的范围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这张图的范围 这张图它实际上是 它默认是一个什么呢 默认是一个方框啊 记得它默认是一个方框是吧 这张图的范围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张图默认的话 我们一放是不是 它的左上条对齐啊 左上条对齐的时候 是不是每个LI里面 都有一个1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我们来放一下 大家都知道了啊 好那么我们现在 针对每个LI 给这个背景图吧 那么就是 background的怎么样 background的 然后是什么呢 url吧 然后这个是 imagics里面的这个什么 bg01吧 就是这个啊 好我这么写完之后啊 好这么写完之后 我什么都不写啊 什么都不写的时候 这个时候默认是怎么样 它是不是要平铺啊 平铺会怎么平铺呢 会这么平铺啊 会这个样子是吧 是不是这样平铺啊 这样子是吧 好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啊 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每个LI都这种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 好这么写完之后 我来刷新一下啊 好存一下 存一下之后 然后刷新一下 是吧 是不是这样一个效果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的 好现在的话 那我不想让它平铺 我是每一个LI里面只放一个 是不是这样的啊 只放一个的话 我应该写什么呢 写一个什么 先写一个low repeat 是不是可以啊 low repeat啊 repeat 是吧 low repeat之后 那么相当于是每个里面 只放一次吧 放一次又怎么样呢 那么就是 这个什么呢 刷新一下 这个只放一次啊 好 只放一次 好 那么这个图像啊 刚才画这个范围 画错了啊 这个图像默认的 它的范围是这样子的啊 呃 它的这个图像的范围 是这样子的啊 它是这样子的 看到没有 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它就顶着这个 每个LI的什么 这个地方吧 每个LI啊 好我给LI 给个背景色 大家都清楚了啊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背景色啊 给它一个CYAN啊 这样一个背景色 大家就看清楚了啊 好刷新一下是吧 好 这个应该不能这么写啊 因为又给背景色 又给这个背景图的话 它把它覆盖了啊 把这个CYAN写到这个 这个后面就行了啊 好 那么的话再来刷新一下 那么每一个什么呢 LI怎么样 它的这个整个区域 是这么一个区域吧 然后每个图是针对于什么 总算讲的对齐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就清楚了啊 这个图的范围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样一个范围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做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怎么样 想让这个 什么 让它什么 按照我们这个排列吧 排列怎么样 相对来说是居中一点 是不是这样的啊 现在它是不是靠上了 好 靠上之后我们怎么排呢 我们就先写什么呢 先把这个left的值和靠图值先写上 是吧 假如说是这个left的值是 left的值是零 或者是直接写left的吧 left的话就是直接靠起吧 靠左对起吧 好 靠图值的话我先写一个词 px 是不是可以啊 先写一个啊 好 那么有同学问你 这个地方不是要用数字吗 大家记得啊 数字和方位值可以配合使用的啊 一个地方写方位值 一个地方写数字也行 是吧 那么left的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是零吧 零px是可以啊 好 这么写就行了 大家容易理解啊 好 这么写完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大概是什么 是大概是对齐了 大概对齐了啊 大概对齐之后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是吧 我们还可以用上次说的技巧吧 是不是还可以微调一下啊 把它点开是吧 比如说点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地方用上下键 是不是可以微调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调左右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是不是调上下啊 好 点它调上下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是这样的啊 好 好 大概就是十吧 好 这个 这个论完之后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是吧 好 这个论完之后我们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 这个背景色可以宣布要啊 好 背景色宣布要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是这样的 是吧 那么相当于是第一个 是不是排好了 但是现在怎么样 我是想要做这种效果吧 那么其他的应该不是这个一吧 应该是其他是二 这个是三 这个是四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要针对每一个LI怎么样 要单独给样式啊 这就是需要这么做的地方啊 针对每一个LI单独给样式的话 我怎么做呢 就是每个LI啊 每个LI的单独给一个样式的类啊 第一个就是正确的是吧 我可以不给了是吧 第一个就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classly什么呢 小时候就这个 IACON IACON02啊 他叫02是吧 然后这个第三个的话 第三个的话给他IACON03 这个04 这是05是吧 好 这个是03 这个是什么 04啊 这个什么呢 是05啊 好 那么这么给完之后 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做的是什么 改变他的这个什么 背景图的什么 位置就行了啊 明白没有 背景图的位置啊 好 比如说这个ICON ICON啊 ICON什么呢 02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这么写了之后怎么样呢 我要是设置这个第二个的 他的背景图片的位置啊 背景图片怎么设置呢 那么就设置background 直接设一个background的什么 position就行了吧 好 background的position 然后怎么样 然后假如他的左右指还是 左右的方向还是零吧 零PX啊 或者这个时候可以写lab的也可以 明白没有 写零也可以啊 零PX啊 那么上下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个上下就不是十了吧 不是十啊 我假的先写个十 大家看一下啊 先写个十啊 或者先写个二十吧 先写个二十啊 好 先写个二十的话 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这第二个是不是可以变的啊 第二个是不是没有变的啊 没变的原因 按理来说应该是要变的啊 没变的原因 大家记得啊 这里面还有一个坑在里面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影响这个LI啊 这个也影响第二个吧 是吧 影响第二个啊 这个也影响第二个 明白没有 是吧 这个影响五个 五个里面也包括第二个 这个只影响第二个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两个啊 这两个怎么样呢 它的什么 权重值是高于这个的啊 权重值 我在后面会告诉大家 怎么算的啊 权重值 那么大概 大家大概有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这个前面的 这个东西越多 它的权重值越高 大家先这么记啊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类啊 再有一个标签啊 是不是有两个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只有一个啊 所以说它的权重值是大于它的 明白没有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想加重它的权重值 我可以怎么写呢 点list下面的什么呢 点Iconin啊 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时候它的权重值是不是高于它 你说屏什么高于它 它有两个 那把它再记得 类的权重值是高于标签的权重值的 明白没有 所以说它们两个相加是不是高于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高于它啊 好 这个时候再这么写的话 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第二个应该就变了 是吧 好 我刷新一下 是不是大概就变了 大概就变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样 针对第二个点检查吧 然后调它的什么 套补值就可以了 是吧 好 这是第二个 是吧 我点到这个地方 把这个二十点了 是吧 好 如果说我把它调大 应该不对吧 应该是往上提吧 是吧 往上提 然后提到什么呢 提提提提提提 是不是第二个 第二个是不是上来了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啊 第二个啊 第二个是负 负七十一 是吧 负七十一啊 好 负七十一之后呢 接着 是吧 负七十一 我觉得什么 在这里面是不是改成负七十一啊 负七十一啊 好 那么接着再写第三个 第四个啊 就这么写就行了啊 第三个 然后是 第四个 好 接着是第五个啊 好 二 这个是三 这个是四 这个是五 好 那么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规律 这个第二个标签是负七十一 那么第三个标签大概是多少啊 一百四十二吧 大概这样一个 是吧 是吧 因为我们做这个图的时候是按按什么 间距大概是一样的 看见没有 是吧 那么我大概的可以 什么 比如说是负一百四十二 是不是可以啊 是吧 好 那么 这个的话 两百负 两百一十 两百一十什么 两百一十三吧 是吧 两百一十三啊 好 这个的话 四七二十八 是吧 两百八十四 是吧 大概是这样的 是吧 好 这样写完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 是大概的可以了是吧 刷新一下是吧 好 好像还是不对是吧 那么大概都排好了 我们针对每一个再三度微调一下 是不是可以啊 三度微调一下啊 比如说第三个的话 那么再怎么样呢 再微调一下啊 好 再微调一下 然后是 好 这个是负一百五十四吧 负一百五十四啊 一百五十四 好 那么第四个的话再看一下啊 第三个 第四个的话 检查一下 是吧 第四个 第四个的话就是 负二百三十五吧 负二百三十五啊 负二百三十五啊 好 第五个的话再来看一下啊 第五个 好 好 第五个的话是负三百一十五啊 负三百一十五 三一一五 好 好 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是吧 好 刷新啊 刷新啊 这个是不是什么 五个图是不是都排好了 好 排好了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图的话怎么样呢 实际上我们每个LI是不是都用这张图片呢 是吧 那么第一个LI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去什么 下载这张图 明白没有 下这张图 然后同时怎么样 就是摆上他的这个什么呢 背景嘛 那么第二个LI的时候怎么样 他实际上也去什么呢 去找这张图吧 只要他如果发请求的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要会多一个请求啊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个图是不是已经下载到缓存里面去了 我们浏览器都有一个缓存的啊 那么会缓存图片啊 什么声音啊 或者视频一些数据在本地的啊 那么如果缓存里面有这张图片的话怎么样 他就不去请求了 明白没有 他直接去缓存里面读了 这是节约的一个请求啊 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相当于是什么 节约的什么 四个请求吧 节约四个请求啊 这个是网页性能里面的啊 一个重要的点啊 网页性能里面重要的点啊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雪碧图的一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使用技巧啊 雪碧图的使用技巧就是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写这个什么 back on position啊 这个position要写对 是吧 那么写对的话 怎么 怎么让他 比较什么呢 对的准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借助这个什么 chrome的这个调试工具吧 来看一下啊 就是说用调试工具来调吧 是吧 这个就比较准了 是吧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 雪碧图的这个 它的使用技巧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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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